6月18号 吴先生在京东鲁菲特家具旗舰店 花了3500多块钱 购买了一张床和两个床头柜 物流床摆送上来的时候 我边上表面油漆摸了一下 有点不是很光滑 我就直接反应给鲁菲特客服来 他说这个不能退货 只能是薄牙 吴先生说 他当着物流的面拆了包装 跟卖家沟通后又联系了京东客服 对方建议他收下货 让卖家进行维修 吴先生说他最后收下了货 但卖家后来一直没联系过他 此外吴先生觉得商品外包装也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规定 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志必须真实 而且要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以及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 生产厂厂名和厂纸 现在就是搞成合格证合格证都没有 生产杂架也没有 吴先生说 床箱和床头柜的外包装上 都只写了品名型号以及规格 他现场拆了一个床头柜的包装 里面没找到合格证 吴先生想要退货 他说之前和京东方面沟通 说是同意退货 但是运费问题还没协商好 采访时他再次联系了卖家 鲁菲特家具旗舰店 你们只负责维修 如果可以维修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边不选择维修 最起码的电话应该有 电话都没有 那这边是可能是我们这边 生活能源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这边您放线 您公认上提供的这些图片 还有什么 其他地方有问题吗 但我又没拆开过 现在当着记者都没有拆了一个床头柜 里面喝格证什么都没有的 哪里是 我这边需要核实以后 再给您打电话 您看可以吗 核子要多久啊 我这边听话好吧 吴先生拨打了12315 消费者举报投诉热线 华务员了解情况后表示 由于吴先生是网上购买的货品 建议他向卖家所在地的 12315进行反应 第二天 记者再次联系了鲁菲特方面 这个我们还在核实当中 核实好了会给您提电话的 大概还要多久啊 这个我这边不能给具体时间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京东的公关部门 工作人员核实后回复 他们第一时间对商家进行了核查 确保商家资质合规 所销售产品为商家自主品牌 有相应的质保卡 且可以提供厂名厂纸 以及三包服务 针对消费者的问题 他们会积极协调消费者退换或适宜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